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华盛顿的木桩 树木与政治的搞笑交锋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华盛顿的木桩 树木与政治的搞笑交锋 这个故事不仅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更是树木与政治之间一场幽默的对话 首先让我们回到那个传说中的故事 小乔治 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在年幼时因为一把斧头和一棵樱桃树 成为了美国城市的象征 据说当他的父亲发现那棵心爱的树 被砍倒时 询问小华盛顿是谁干的 小华盛顿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这一幕让人不禁想起了 现代政治中的推卸责任和诚实的对比 这个故事的搞笑之处在于 华盛顿的诚实似乎让他在未来的政治生涯中 获得了无数的好处 然而 现实中的政治却往往是另一番景象 想象一下 如果华盛顿在今天的政治舞台上 他可能会面对的不是树木 而是无数的媒体和公关危机 或许他会被问到 你砍了树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而他可能会回答 因为我不想让树木的感情受伤 再者 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思考 树木在政治中的象征意义 树木常常被视为稳定和根基的象征 而政治则是变化和动荡的代名词 华盛顿的诚实与树木的坚韧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我们不禁想问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政治环境中 我们是否还能找到那棵象征诚实的树 最后 让我们用一点幽默来结束这个话题 如果华盛顿的樱桃树能说话 他可能会说 我被砍了 但至少我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而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学到 无论政治多么复杂 诚实和幽默始终是我们面对困难的最佳武器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棵树时 不妨想想它背后的故事 或许它也在默默观察着我们的政治舞台 并在心中默念 希望你们能比我更诚实 感恩节 这个充满温馨与团聚的节日 背后却隐藏着一些滑稽而有趣的故事 尤其是与火鸡有关的传说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只感恩节明星的神秘面纱 看看它是如何从野外的自由鸟 变成了家庭聚餐的主角 首先 火鸡的独立日 并不是指他们在某个特定的日子里 举行的火鸡独立宣言 而是指他们在感恩节这一天的命运 在美国 感恩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621年 早期的清教徒与美洲原住民一起庆祝丰收 火鸡作为一种丰盛的食物 自然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 然而 火鸡的命运并非总是如此光明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 早期的感恩节并没有火鸡 而是以其他食物为主 比如海鲜 鹿肉和各种蔬菜 火鸡的上位其实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 直到19世纪 火鸡才逐渐成为感恩节的象征 有趣的是 火鸡在美国历史上还曾经被提名为国鸟 是的 您没有听错 美国的开国元勋本杰明 富兰克林曾经提议将火鸡作为国家的象征 认为它比白头鹰更具美德和勇气 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的美国国旗上是火鸡 而不是白头鹰 那将是多么滑稽的场景 每当国歌响起 大家都在想 这只火鸡到底在唱什么 当然 火鸡的命运并不止于此 每年感恩节前夕 许多家庭都会进行火鸡赦免的仪式 象征着对火鸡的宽恕 美国总统每年都会选择一只火鸡进行赦免 放它回到农场 过上自由的生活 想象一下 这只火鸡在农场里得意洋洋地告诉其他火鸡 你们知道吗 我可是被总统赦免的哦 总之 火鸡的独立日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食物的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文化 历史和幽默的故事 每当我们在感恩节的餐桌上想用火鸡时 不妨想一想这只鸟背后的历史 和它在美国文化中扮演的滑稽角色 毕竟 感恩节不仅是感恩的时刻 也是欢笑的时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国会的滑稽辩论 谁的帽子更好 在国会的历史长河中 辩论的主题五花八门 从经济政策到外交关系 甚至连帽子也能成为激烈辩论的焦点 这听起来像是某部喜剧电影的情节 但事实上 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 让我们回到19世纪的英国国会 那时候的议员们不仅要为自己的证件辩护 还要为自己的服装打扮辩护 当时的议会中 帽子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某次辩论中 一位议员站起来 开始对另一位议员的高帽子发起攻击 声称那顶帽子不仅过于华丽 还让人怀疑其智商 这位议员的帽子上还插着一根羽毛 于是对方便开始了一场 关于羽毛的道德性的辩论 甚至引发了对于帽子与智慧之间的关联的深入探讨 这场辩论的高潮在于 当一位议员站起来 声称我不在乎你们的帽子有多好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政策有多糟 这句话引来了全场的哄堂大笑 瞬间将严肃的辩论变成了一场帽子秀 议员们开始互相展示自己的帽子 甚至有人提议举办一场国会帽子大赛 以决定谁的帽子最具风格 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 政治辩论有时候不仅仅是关于政策和理念 还是关于人性和幽默感 即使在最严肃的场合 幽默也能成为打破僵局的良方 毕竟谁能想到帽子 竟然能成为国会辩论的焦点呢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国会议员们在辩论时 别忘了留意他们的帽子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同踏上了历史的幽默旅程 从华盛顿的木桩到火鸡的独立日 再到国会的滑稽辩论 每一个故事都让我们捧腹大笑的同时 还引发了对政治与文化的深思 首先我们聊到了小乔治 华盛顿和那棵樱桃树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诚实的故事 也让我们思考在当今政治舞台上 诚实是否依然是最珍贵的美德 接着 火鸡的独立日 不仅让我们了解了感恩节的传统 还让我们发现这只鸟背后的幽默历史 甚至有过被提名为国鸟的奇妙历程 最后 国会的帽子辩论则让我们明白 政治的辩论 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轻松有趣 只要有幽默感 严肃的话题也能变得妙趣横生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政治如何变迁 幽默始终是我们的良药 无论是在国会的辩论中 还是在感恩节的餐桌上 笑声都能让我们彼此更加亲近 就像那只火鸡 它虽然可能不太能理解政治 但却让我们在感恩的同时 也拥有了共鸣和欢笑 在结尾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来分享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今天的故事有什么看法 有哪些搞笑的政治故事 你们想要分享的呢 快来留言 让我们一起开怀大笑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感谢观看 他发生 degrees 那么做出决策的 没人为什么 有哪里 有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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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